我 我 楚总 你叫我来干吗 以后这间办公室就是你的 你工位上的东西 我会叫人给你搬过来 那你在哪儿办公呀 我也在这儿办公啊 我的工作内容就是 做你的贴身小助理啊 你看 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 无比美味的 什么粉来着 螺丝粉 谢谢 你怎么想到买这个的 今天中午有个同事过生日 请我们吃的就是这个 我就想着带回来给你尝尝 我说是什么 敏敏 什么是生日 你没过过生日啊 我不知道生日是什么 这个东西它很重要吗 它也太可怜了 我应该帮帮它 让它也有一些温馨的回忆吧 淳万 明天 你陪我参加一个珠宝设计师交流会 结束之后呢 我有事找你 记得啊 明晚不要有任何安排 你要干什么 我呢 要给你一个惊喜 一个巨大的惊喜 以上呢 就是这次我演讲的全部内容 希望在座的前辈 可以提出宝贵的意见 王女士 谢谢 张教学长 敏敏 敏敏 你怎么来了 过来看看学术教流会嘛 你别动啊 别碰她 她是我女朋友 身大的小朋友 都这么撑住气啊 那也比你这个中年游泥大叔好 明明 我们回家 这里渣男含量高 空几个好 姜明明 是你吧 梁老师 我记得以前上大学课程的时候 你都是做第一排的 是吧 刘老师 好久不见 恭喜您啊 已经成为珠宝协会会长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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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今天呢 张修也回国了 我们几个老师和以前的同学 一起组了个局 大家一起聚聚 您也来参加吧 明明 你答应过晚上会给我惊喜的 明明 咱们好不容易跟老师见上一遍 今天晚上聚餐你一定要去啊 好 那你们先去 我晚点到 那我去开车 好 来 你啊 好嘞 明明 你说过晚上要给我的惊喜 难道就是这个吗 怎么会呢 你放心 我不会食言的 相信我 什么 你 淑焖 你怎么了 你去哪儿了 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别扔掉我 是不是就像我扔掉那件垃圾西装一样 淑焖 我没有扔掉你 你看 我饭吃到一半 就偷偷溜回来陪你了 别生气了 走 去看看我给你准备的惊喜 走嘛 去看看嘛 走啦 走 走 这个蛋糕是我亲手做的 为什么会有蛋糕啊 我想给你补过一个生日 你知道生日的意思吗 不知道 但是大家都说 生日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嗯 因为 总有一些人会因为我们的到来而感到幸福 那我的生日值得庆祝吗 没有人会因为我的到来 而感到幸福吧 当然会有了 我就因为你的到来而感到幸福啊 我把你做到的 快尝上蛋糕吧 是我自己做的 嗯 怎么样 好吃 对了 还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 打开看看 我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也没什么才华 你就将就看看 我是希望给你补一个完整的人生 清晨一场陌生的雨 一点一滴无声无息 来了有局 连散场也快如潮汐 我想牢记陌生的你 人海边缘留些雨滴 挽留回忆 能否再晚一秒想你 抬近距离 会窒息 相爱又想随时抽离 可供你心 又怎能心 你抹去的恨 我很喜欢烟花 为什么 因为 这一闪而过的光 碰的一声 就变成了永恒 看一个烟花 也有这么多哲理啊 不是哲理 所以 我的意思是 美好的东西 即便它再短暂 也知道 明明 我今天知道 落泪是什么感觉吗 你看 这是我们的合照 以后每次看到这张照片 就能想到今天的场景 所以啊 每一张照片都是珍贵的回忆 所以 那次我搬的手机扔掉 你才会那么生气吧 没关系 我早就原谅你了 明明 我爱你 十万 我 你太久不见你 落下却没回忆